我们来继续完成这个摄像头项目 那么这项目到现在为止呢 已经进入一个高潮阶段了 是吧 上节课我们试着去做了一个菜单 当然这个菜单我们现在还用不着 那么这节课的高潮阶段呢 是我们要操作一下这个摄像头模块了 来把数据弄出来 除了初始化呢 剩下的有数据 因此这节课的内容是非常好玩的 那在使用之前呢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印记啊 那么这款印记呢 大家可能还不是很熟悉啊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数据采集的一个方式啊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7670之前给大家说过 它有个数据的输出对吧 那输出的方法呢是歇行后列 因为它是一行一行的输出的 那比如说对于一个320x240的像素 一行它是有320个像素 然后对应的是有这么多个byte 那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非常的重要 之前已经给大家说了 它一个像素是有两个字节的 然后呢总共是有240毫 那我们现在呢 只有当这些数据全部输出之后呢 它才是一个完成的图片是吧 那只有半个数据呢 不是一个图片 只是一个点 那成一个LED了是吧 那所以在数据输出的过程中呢 我们是需要一块缓存区的 来保存这些数据 那它把自己这么多个像素都给输出了以后 我们才能把这个数据拿过来 打在你的烟金屏上 对吧 那如果它只输出了一半数据 你就把它打在烟金屏上 那这个图片是不好看的 因此呢 这里边需要一个缓存区的概念 那目前呢 我们有这么几种方式 这怎么写的个2 我有点2了 这明明是三种 三种方法 那第一种方法 我们使用普通的IO口去读取这个数据 我们知道OV7670呢 除了一些控制部分 最后留出了八个眼角 用来输出数据 那如果我们用普通的IO口去读取数据的话 可以将这些数据 一一的读出来 然后保存在一块内存区里边 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会用到文件系统 那文件系统可以申请内存的 我们把这些内存申请出来以后 然后把数据放到这 那一旦我们读完了这么多个项目 然后我们再把这些数据从内存中取出来 放到你的LCD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 他会考虑到这个普通IO口读取数据的 它一个速度 对吧 我们知道这个OV7670把数据给你了 那你也能接住是吧 那我扔砖扔的快了 你接不住砸死 那我们STM32的速度是多少呢 我们最快呢 这个IO口呢 可以到100兆是吧 那我们普通用的是50兆 那其实也够了啊 那OV7670呢 如果你直直系的翻手册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24兆的 是这么一个速度 那这个手册呢 我不喜欢很多的翻 翻多了 其实有点乱了 我们只是简单的了解一下就OK了 那这货是24兆的速度 那我们这个普通IO口完全可以读啊 但这时候有一些问题的 那如果我用IO口不停的去读这些数据的话 是不是会有些其他事情 你觉得我们在IO口是不是事太多了 它不停的读你数据会耗你的CPU的 那什么也不干了 就去采集数据 我们知道摄像头这种东西数据量非常大 对吧 如果你用IO口去直接操作这些数据的话 其实很不合理的 这个非常的忙 把你的CPU都耗光了 我们的CPU还要做其他事情 比如说中断了 定时器等等这样 是吧 所以这种方法其实不可取啊 非常的不可取 那IO口呢 只属于控制一些低速的东西 这个不仅从速度上 而且从CPU的消耗来说呢 也是非常合适的 如果对于一些高速的东西来说 IO口是不合适的 那有第二种方法 在我们的STM32中呢 会自带一个这个摄像头接口啊 那这个货呢 是一个数字摄像头接口 这个接口里边会用DMA 来处理数据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 那么关于DMA是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说 它直接操作一个内穷的 其实其实跟第一种方法 非常的类似 只不过这个 有另外一种方式来处理的数据 它最终其实也是开辟的一块 类似于缓冲区的东西 然后它在内部自己去处理 而且这个DMA 我们知道它在处理数据的时候 是不消耗CPU的 所以这种方式可取 但是这种方式 对我们来说 可能还有一定的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主要是做的这个 7670是吧 它的初始化了等等这些东西 其实也非常的复杂 对于初学者来说 那如果我再给你加一个模块 DMA 还有这个数字摄像头接口 那如果你用这条方法来做的话 你要去学习STM3这个摄像头接口 那这个接口是非常不好做的 你要学会这个接口呢 首先要确保你的7670是对的 那如果你不会用7670 你这个接口也没法用是吧 因为你最终要通过写示 来证明你是用的正确的 那如果要打出一个正确的图片 你首先7670要正确 然后你的这个摄像头接口也要正确 那这两块都非常的难 所以这种方法我们也抛弃了 而且现在市面上的东西呢 也不推荐用这个方法 因此有了第三种方式 那么有的摄像头呢 会自带缓冲区 说白的这个缓冲区是一个芯片 那如果做的专业点 这个叫什么 在地路里边 这个缓冲区叫什么 FIFO是吧 缓冲 那有些模块会自带这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采用的这个模块 就是自带的 在这个摄像头外边 它会焊了另外一块芯片 那么另外一块芯片呢 会提供这么一个缓冲区 那么由此呢 我们的摄像头的数据 可以先打到另外这一块芯片 对吧 然后把它打到这块芯片以后 我们再通过IO来处理 这样就解锁了我们这个CPU的消耗 那目前流行的这个摄像头 它带的缓冲区呢 是用这么一款芯片 AL4R2 有这么一块芯片 这个芯片的具体使用方法 我们下集会会给大家说的 而且现在绝大部分摄像头呢 都是带着这个芯片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带缓冲的摄像头 那我们会用第三种方法来读取数据啊 OK 那接下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这个带缓冲的摄像头 那我从原理图里边 截了一幅图给大家看啊 那其实这个图呢 我不如看手册啊 手册里面也有这么一幅图 那这个是我从网上买的一个模块 那这个模块呢 除了OV7670呢 会自带一个这么一个缓冲区 那最下面这个P呢 这是它的接口 我们看到除了OV7670 它有两个线对吧 类似于iPhoneC的一个SCCB总线 这两个线我们之前已经使用过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这个芯片的线了啊 啊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V对吧 同步信号 这个信号其实之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然后剩下的基本都是这个5V芯片 就是这个缓冲区 那这个缓冲区呢 我们会看到它的数据的输入 DataIn呢 接着是这个OV7670 那它的DataOut接着是外面 连到我们的单评机 剩下的是一些控制信号 比如说左边我们看WE 对吧 写使能 还有RST 这是写复位 这个是Clock 右边是读 读使能 那还有一个读的复位 还有读的一个Clock 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奇葩洞 就是这个写的Clock啊 WClock呢 它接到了OV这个Clock 那所以呢 我们在做它的实据的时候 这个Clock你就不用考虑了 因为它已经被连到了另外一个OV7670的地方 那这两个Clock连在一起 意味着它们是同步的 是吧 所以在写的时候 你不用考虑它的Clock 只要考虑它的复位 还有它的实能就OK了 那读的时候 当然它这个Clock呢 需要我们自己去手动的读 那至于这个模块的其他部位呢 其实没有必要多了解了 比如像我们这个有什么供电模块了 金正了 这个都不用看是吧 虽然这是必须的东西 当然现在跟我没什么多大的关系了 那我们除了了解这个模块 它有这么几个眼角之外 还有我们要看到这个 最外面这个端子 实际到一个连线的问题 那这个连线的问题呢 我已经给大家写出来了 我的线是这么连的 尤其注意我的数据端 可能是连在PA 是吧 然后这是一个控制的眼角 都连在某个地方 基本连在PB 当然这个东西 你也可以从我的代码里边去看到 到底是谁和谁连在一块 OK 那么大家对这个图简单的了解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操作这个摄像头 好 好的 好